Hip-Hop, fashion, art 我覺得從我剛入行到現在 我開了好多門了 Hip-Hop, fashion, art 就是沒有人謝謝過我 沒有人 所以希望過十年 有人可以說我有幫助他們就好 從溫哥灣搬去香港 大概九歲的時候 年輕很年輕的時候想找到自己的身份 所以就研究一下我的背景吧 所以就是中國 我們剛開始做Claude那個品牌 做了Silk的時候 其實沒有很多人想要的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尤其是在國內太貼近他們的文化吧 其實我們想放一些比較古代的一些中國風 我們在一些現代的產品 A taste of Chinese 最新的 我們跟Nike合作是由 Air Force One跟Jordan One講這兩雙吧 這兩雙是Yin Yang Color Code 是一個非常傳統中國的一個想法吧 那現在過了十幾年 現在比較多人懂 我們剛開始想做什麼 我跟Poon 越來越了解中國文化吧 我老婆也是中國人 所以從她身上 我也可以學到很多新的東西啊 因為我們都是從外國回來的一些 ABC吧 CBC吧 除了在我們衣服上 其實有很多方面都是好像做一個橋啊 然後現在很多國外的品牌 說我們對中國的市場有興趣 他們也會找我們 Azuma 我認識Azuma應該十年了吧 我們好幾次都有跟他合作過 然後我們紐約時裝之後 幫我們做set design 很崇拜他吧 我從他身上其實也學到蠻多東西的 Anything is possible 我覺得我是一個藝術家吧 不是傳統的藝術家吧 很多人說陳光希是一個設計師 我並不是 我只是一個創作者 我可以拿什麼東西都可以放一些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想法 我的靈感真的是Life 透過每一天我生活當中看到的東西 會拿到靈感 我覺得2020年對我來講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年 明年都40歲了 I want to retire 然後現在生了孩子之後 就整個想法都不一樣了 他不能碰iPad 不能碰iPhone 然後如果他真的看電視是 看一個電視 你懂我意思嗎 我不用eBook 我買Book 你真的要用手 現在那個社會太容易了 他們忘了什麼 那之前我們做了Intersect 找一個地方 讓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TX是一個每一天可以去 Lifestyle center 是有喝的有吃的有藝術 我算是他們的 Lifestyle Culture Director 我現在的目標不是要做No.1 我也希望可以帶動下一代 並不是跟你們比賽 我只是希望可以開那個門 可以影響到下一代我就很開心 我希望下一個 超級成功的一個文化的人 或者設計師 可以說誰是你的最大的靈感 如果他們說成關係 我就覺得我已經成功了